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自殺防護網 四號宣布完工 該橋啟用八十七年至今 大約有兩千人從橋上縱身而下 設下了自殺防護網 希望可以減少跳橋的死亡數 舊金山金門大橋的自殺防護網 此刻開始發揮作用 不只攔下一條條打算 自我了斷的生命 也網住這些人或家屬的最後希望 還能活著就是給自己一個機會 舊金山金門大橋是個偉大的土木工程 可以俯瞰太平洋舊金山灣 但也是一直以來想尋短的人 用來結束生命的地方 他一九三七年啟用 至今已超過兩千人在此跳下 許多父母痛心之餘 二十多年來尋求解放 加裝防護網 希望讓最後的悔恨都來得及 自殺防護網工程經過多次延宕 包括二零一四年核准經費七千六百萬美元 但預算不斷增加 二零一八年啟動工程已是官方批准十年後 二零二二年的建設成本已近二點零七億美元 主要是在二點七公里長的金門大橋 兩側加裝六公尺寬的海運級不鏽鋼網 耐得住惡劣天候 包括海水 霧氣跟強風 行駛在橋上的汽車是看不到的 管理大橋的官員表示 墜落網中仍可能受重傷 根據研究 大多數自殺 倖存者都不會再試圖自殺 公視新聞 黃韻玲編譯